前几天一直刷到一个玩意儿 小米的游戏手柄 据各位大佬说是继承了小米的传统 可以刷机 刚好我这个XSS想搞个副手柄 我这就试试 我是云飞 一起来看看小米的第二款游戏手柄 是个啥情况 处理经费 我们马上开箱 我们来看一下小米最新 又发了一个游戏手柄 2199 321 就这个外观来说 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索尼手柄的壳子 XBOS手柄的键位 浅咖色的外壳 灰咖色的按键 手感还可以有三个模式 Type-C的接口 可以充电 也可以有线连接 底部的手柄 藏有无线接收器 我只玩过XBOS的手柄 也只能把它们两个拿来比较 相对来说 小米的手柄 在肩腱上面的塑料感 会比较重一点 其他的方面 倒是差距没有那么的大 这个外观 你们觉得如何呢 而实际的游戏 在出厂默认的情况下 是只能连接手机和PC的 但像一些主流的手柄游戏 都可以适配 另外非适配手柄的游戏 使用的是 小米的游戏中心映射按键 都有调好的按键 但说句实话 并不能直接到手配置 就可以使用啊 大家现在应该能看到 这个是右摇杆 让我来动它 顿一顿的 还是需要自己手动的 做一些调整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卡顿的问题 好像是所有的 这种手柄都有的问题 我在后面了解了一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模拟的是 手的滑动 手是这样滑动的 然后这个是到了顶 所以它这个滑动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现在这个也还好吧 不过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这个可以一直在后台被优化 就是这个肩位啊什么的 然后在后面被更新嘛 这个是它的一个好处 而且我个人不是一个会在手机上面使用手柄的玩家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一块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分享 我拿它就是想刷机解锁额外的功能 那么和我一起开刷吧 虽然说是刷机 但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B战友大佬做好了这个教程 我也是跟着教程一步步来的 所以我们直接开刷 好 现在我打算来刷一下小米这个手柄啊 然后这里右盘里面装好了这个刷机包了 然后连接连接好了 然后我来试一下看它行不行 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首先嘛就是打开右盘 小米手柄 刷机固件包 先打开右盘 好 它现在这里是一个关闭的状态 好 现在是玩开机 先换到1号的模式 Home键加XY键 好 然后 这个软件这里就已经开始了 就可以直接刷路了 先刷路 好 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 好 升级完成了 然后现在是 嗯 升级完成之后 拔出去线就行了 然后它现在就是一个 Xivos360 Xivos1的一个手柄模式 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第三个蓝牙的按键 就是那个可以识别为主机的这个手柄 待会我去测试一下我的Xbox 看行不行哈 刷完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带回家 想看看能不能连接我的Xbox 毕竟它的模拟就是Xbox的手柄 但遗憾的就是 诶 它不可以 我试了很久 同时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 但确确实实都是不行的 无线不行 有线同样也是不行 就XSS玩家是无缘了 但如果你要连接Mac 或者无线连接PC 它都是OK的 识别都是Xbox手柄 而且都可以很流畅的游玩各种 支持手柄的游戏 就和原生的Xbox手柄一样 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刷好机之后 就连接了我很久没有使用的Windows系统 打开老头黄玩了很久 按键反馈啥的都还挺不错的 就非常接近原生的 但手柄震动这一块 我还没有搞懂怎么调啊 暂时默认是没有震动的 这点和Xbox手柄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而我意外的一点就是 直接无线连接Mac电脑 同样也是可以使用 虽然Mac上面确实没有什么游戏 但实实在在的连接上了 确实可以游玩 也基本上没有延迟 刷完之后 它可以连接Mac 这点有点打开新世界的感觉 当然它刷机之后是可以被Switch所识别的 我没有这个设备 不然我也会挺开心的 就目前这个情况而言 刷机之后它的适用性更广了 PCS Switch都可以就简直就是福音 还支持Mac电脑 这一波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谢大神的贡献 手感不错 再加上手机iPad 这样的移动设备上 可以很方便的调整键位 并且还有适配的游戏键位 这一点是挺好的 当然我不是这一块的受众 我还是只会在PC和游戏主机上面玩手柄 这点大家对它做一个整体的评价呗 你如果刚好有购买手柄的需求 又要手机玩 还要PC电脑玩 那么不妨了解一下小米这款199的游戏手柄 万一刚好符合你的需求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些视频 记得关注或者制约订阅这个系列 我是云飞 点赞 投币 散脸 这会帮助我敞出更多有意识的视频 要知道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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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